给你看个东西 你应该会感兴趣的 我一会儿就去机场吧 有什么想跟莫菲说的 告诉我 我帮你传个话 传话就不用了 又不是只有你长了嘴 那个 祝你一路平安 我被抛弃的自卫不好受吧 进来 明轩 下去吗 不错啊 明轩 不错 很不错呀 我呀 今天拿到了 每日时尚的报表 销料龙一路上场 够深刻了 现在还是刚刚上线 具体销售的状况啊 还有时候才能够看得出来 好 谢谢 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很优秀了 你不要过高地要求自己 害得我们家那个闺女啊 也天天一心扑在工作上 你看你们 雪凌最近啊 确实辛苦了 就这个事呢 我也很认真地跟她谈过 我说你现在的工作呢 是设计总监 你就把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做好就行了 其他事情 由明轩去操心 你猜她怎么跟我说 她说正是因为其他的工作 都要明轩来做 所以她才要提名轩分担 但是雪凌啊 是真的帮了我很多忙 我今天来呢 没有办点责备的意思 不过我是要替你夏伯母 行事问罪 你夏伯母不高兴了 天天给我叨叨说 这个丫头啊算是白痒了 算是给你们唐家痒 你看 每天不是抛在唐家 就是抛在公司里边 一个星期她都见不了她两回 你也知道女人嘛 老了 来 唠叨 不过夏伯母的话 我给你带到了啊 夏叔 你好 这事啊 这事啊 确实是我的考虑不周到 我向您保证 我尽量不让雪凌加班了 让她早点回家陪你和伯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横竖都是她愿意 她高兴是吧 我们能管什么呢 只要以后你们唐家对得去雪凌就好了 不要搞到最后我们登门拜访 连本代理逃回来 这脸上就挂不住了 你放心好了 我们唐家是不会辜负她的 好 明轩 这句话我记住了 对了 今天来是 是要跟你说个什么事情来着 聊了这么多嫌弃八杂的 对了 上次比赛后台闹事的那个设计师 那明轩 怎么衣服还在平台上 你怎么想的 下述可能你对这个整个的事件的过程不太清楚 现在已经澄清了没有什么事情了 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明轩 这不是澄清不澄清的事情 你看 你虽然工作很努力 成绩斐然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是要批批你的 你现在犯了一个年轻人的通病 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目光短前 只看中眼前的李盈吗 他现在是很热的 是有些名单 但你想过吗 他这个名是个恶名 你要拿这个做血统 你想过明软的形象吗 而且我还听说啊 水灵在这件事情上也是不同意的 你看 你在公司是总经理 她是设计总监 我觉得在公司的具体事务上 你们要有商有良 就像当初我跟你父亲在一起工作 对吧 就算这是她已经拍板的事情 我不同意 她也不能执行 孝叔 孝哥 现在这间公司是由我来经营管理 对对对对 你说得非常 这间公司呢 现在是 你 你来管理 我们也不便插手更多 不烦你 很好 这个 现在这个工作 这个业绩 我很满意 我相信你父亲 也很满意 没看到我也是岁数大了 这个跟你夏宝梦一样挨叨叨 不烦你了 好 跟雪林多商量一下啊 这个设计师的事情 小雪您慢走啊 好 如果我们也不愿意 如果我们也不愿意 会有很多人 好 到最后 再见 好吗 法宇说得不错呀 可惜了 无拥无之地了 真稀客 找我有事 我这次来啊 纯粹是出于好意 来跟你道个别 想想以后生活里没有了你 真的挺无聊的 给你看个东西 你应该会感兴趣的 你为什么不觉得我会对这个感兴趣啊 我一会儿就去机场吧 有什么想跟莫菲说的 告诉我 我帮你传个话 传话就不用了 又不是只有你眨了嘴 那个 祝你一路平安安 被抛弃的滋味不好受吧 你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你让我妹妹感受到了悲伤的滋味 我也会让你品尝一下的 走了 帮我把门关一下 真懂事啊 你一定会难过 你一定会想我 你一定会想我 我希望你一直把她放在你身边 就放手 每当看到她 你都会想到我 你也许很难过 你也许很凶我 恭喜你提前杀情了 我许起背心的角色 独角形 全给我 嗨 我现在 到巴黎了 现在 正集聚在朋友家的客厅里 你在机场 跟我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呢 陆这个有什么意义啊 陆里也不会播出去 就算她听到 又能怎么样呢 莫菲 你怎么还没睡啊 这些艺术家也太奇怪了吧 大明夜坐这儿看月亮呢 你怎么也没睡啊 过来坐啊 我这不做收益嘛 现在这个时间呀 正是国内那些上班族女人们 将有勾募心得的时候 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时间呢 你那朋友圈 也难道回你了吗 不应该啊 正常男人都应该有反应吧 所以 我就说她应该是有女朋友的 有女朋友还追机场 还给你送那个娃娃 说不通 可是她没有女朋友才说不通呢 你不要那个女生长得可好看啊 你觉得你差呀 你也不差好吗 可是她们是青梅竹马 而且门当户对 在外人眼里啊 她们就是 神仙倦的 这就有点难办咯 你看 你也这样觉得吧 我们俩怎么觉得 不重要 重要的是呢 你喜不喜欢她 现在不喜欢了 你看 这不就得了吗 既然你已经想得这么清楚了 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我跟你说啊 从明天开始 忘记她 法国的森林在等着你呢 我亲爱的墨边小姐 楼下那帅哥 记得吗 行不行 小王子拿出来 不要 快点 您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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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哥 不着急 什么事 续管工地的财务那边 一直在催款 说我们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 然后我查了一下 说是夏正东那边的人 一直卡着资金不肯拨回去 喂 我刚知道 我先马上过来 轩哥 那现在去哪儿了 谢谢 阿姨 明轩啊 你可有段时间没过来了 早点吃了吗 我吃过了 夏叔呢 她在啊 在楼上 一大早啊 不知道为什么 又跟雪凌发脾气呢 你先一坐 我去给你叫她 好嘞 明轩 你怎么来了 别跟你爸发脾气 真是不至于 一会儿我跟夏叔说 这件事它本来就不好 怎么能那样呢 我怎么不对了 我怎么不对了 明轩 你看 那公证款的事啊 真的不是要为难你 但是我现在呢 也的确有我的难处 夏叔 夏叔 咱们的财务预算 在股东大会上 不是都已经确认过了吗 现在发生什么问题了 的确有一些突发的事情 你也知道 咱明轩家大业大 用钱的地方 肯定不光你这一处 你看明轩这样行不行 咱各自退一步 秀馆的事不是不做 我们稍微要获复呢 爸 SLC收购失败 本来就有很多人看着呢 秀馆真的不能再出事了 现在就等着钱开工呢 后续的资金不到位 那前妻的钱就白花了 我知道 很多元老都不服气 但是您跟他们不一样 您不能不分局面啊 我怎么不分局面 我这正是从大局出发 为明轩好 你懂什么你懂 知道吧 明轩 你上位这几年 工作成绩斐然 大家都看到了 大刀破斧的 带着明远向前进 但是呢 无意当中 也这个冷落了一些老伙计 这个寒了他们的心 你想这个人心凉了寒了 那公司再大 那可不说谎就谎了 对吧 夏叔 我先表个态吧 关于绣坊工程款的事情 如今已经见在弦上 这个事是必须要做的 刚才夏叔说的话呀 我大概也听懂了 可能是我做事情的过程当中的 确实是忽略掉了长辈们的 心理感受 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懂不理解 我倒是可以一一登门拜访 去向他们解释清楚 那这倒是个办法 你也知道这些老伙计啊 都是当年跟着你父亲打天下的人 说实话 你上位之后 你含谁的心 你也不能含他们的心 对吧 明轩 你如果真的能拿出这样的态度来 我觉得这件事好办 辛苦你了 瞎说我 客气 谢谢 谢谢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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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我在包你 бер breaking rice 香蕁 eat burnt potatoes 我知道你是想吃老公 烤糖14,00 以前 我希望你吃到好 看一下 哇 這就是我買了給媽媽 這就是一個金錢 對 對 哇 這真的太美了 這真的要很高 這真的要很高 這很平衡 這很平衡 這就是媽媽的誕生 這很棒 這很棒 這真是很好的選擇 她會很開心 謝謝 謝謝 兩年前 可能 25 同樣 我也想要 好的 naming 四菜 對 謝謝 不覺得太弱 你想試嗎 嗯 那是好吗 好吗 女士 您的袋 谢谢 小陈 老板 四号桌的糖醋就变好了吗 马上就好 快点 莫格林 我确实是你 还有人在这里 热闹 给我 发生什么事了 她说我偷她东西了 可是我根本没有偷 慢点 女士 您有什么失败 一个雷 给我们家 这是我们家的雷尔年代 他还不在 是她的 他们说你偷了钻石项链 钻石项链 我根本没有看到什么钻石项链 我把我放在我筷子 您是唯瘋的唯瘋 您可以接受了她的唯瘋 我用了非常多努力 我相信您的份领导 您不求求您的罪 您的份领导 您是怎么会啥 她的包吊在地上 我帮她捡起来而已 大家都看到了 他在哪里 说我 您是警察 是的 我们在找出车 别叫警察 是的 中国店 不叫警察 他冒紧了 是的 是的 骑人 这简直就是无网之灾嘛 那女的就仗着她有两个哥给她撑腰 对我破口大骂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觉得听不懂法语真好 后来呢 后来外警察来了呗 还来了个女警察要搜我身 搜你的身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你说我招谁惹谁了 我自己的包也多 到现在还没找回来 晚上还被别人误会是个小偷 钻石相连的您多贵啊 他要让我赔我根本赔不起 开玩笑 又不是你拿的 你干吗要我赔啊 哥 哥 不是 你进来之前能不能跟我先打招呼 要跟你最好对我好一点 我过来是有件大事的 什么事啊 就是前两天方笑愚来找莫凡 然后问他莫菲姐在法国的电话 我顺便帮你要了一份 表现还不货啊 还有 哥 就是莫菲姐在巴黎被抢劫了 什么时候是 就刚到就被抢劫了 我抢了 莫菲 你帮我去工程再盯一下 一定要仔细一点 咱们这个工程不能偷工检掉地 行 放心吧 行啊 外边下这么大雨 今天这工程应该是进行不了 你早点回上来了 我先去检查 去吧 嗯 consistent 是太阳 摯摯崩散 仭相 全不知道是谁 那个时候说我是个大天商 都说 exist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 want to chase the night, want to dance to the night, close doo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 we're gonna, 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ow the morning is the afternoon, we lay awake in bed. The glass so loud 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We want to chase the night, want to dance to the night, want to dance to the day. 你好,这是莫菲电话,但是她现在在洗漱,您过会打过来吧. 好啊,谢谢. 刮啦,谁啊?不知道,中国人吧?我让她一会儿打过来. 那是谁呀 你打我去问问呗 喂 你好 是我 机场那个男的 他打来干嘛呀 表白吗 你好 我听表妹说 说你被抢劫了 有没有受伤啊 那都是刚来时候的事了 现在早就好了 谢谢唐总关心啊 他就好 我 你最近 过得还好吗 就那样 每天上课 打工 生活过得还挺充实的 那挺好的呀 那唐总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管 我现在在我们经常来的园林里 这边 下着小雨 你在干嘛呀 刚洗完树 准备出门了 差点忘了尸杀的问题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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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我现在就应该不打扰你了 我先给你了 你 我现在给你了 你 你又来 我去 我来 来 方总监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找你啊 找我 来 来法国找我 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 我必须要当面跟你说 什么事情啊 这么重要 我们蜡蜡的那个作品 和那署名的事 这个事够重要的吧 上次蜡蜡 我也没帮什么忙着 在旁边搭把手 数不数名不重要多了 那怎么行啊 我非常尊重人创作者的 既然参与了创作 那这个署名就必须得给你 没有去哪儿看过啊 带你嚼下去 谢谢啊 那个人 来吧 你 你 有没有啊 没有啊 有没有啊 你 你 有没有啊 你看看这个作品 我每次来巴黎的时候 他都在这儿 少说有十几年了吧 十几年还没卖出去啊 我说这个作家该伤心死了吧 在我看来 他是在等一个真正的知音 这里的每一个作品都是 就是创作者费尽心血 忍痛生下来的孩子吧 你不会反对我这样的说法吧 所以你的作品如果不署名的话 就相当于是一个起因 也许这里的作品都没有 蓬佩杜中心那些来的高贵 有价值 但是它们也是创意的结局 你怎么舍得让它们冰成布尔呢 所以作品对于署名来说的话 特别重要 但更重要的 是对你自己 想让别人尊重你的作品 先尊重自己 那么署名就是一种尊重 说了半天你还没告诉我 你到底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忘了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还有我一个师弟也是这个学校的 师弟 程阳啊 程阳 我说这也太巧了吧 他是我室友的男朋友 所以我说呀 这可能是奇妙的原理 还真是 时间不早了 那我们改天再约呗 你能别每一次见了我 就着急走行吗 我还有个事跟你说呢 什么呀 这次凯曼的发布会 来做我助理 没兴趣 你能考虑一下吗 你也太敷衍了吧 好 我考虑一下 嗯 没兴趣 莫贝 你知道 来自我助理意味着什么吗 如果这次发布会 那么天我还要打工 时间马上来不及了 你呢 我请你喝咖啡 你的心意我领了啊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约啊 拜拜 你真不知道我对你好呀 爸 您正宝还没事 刚给你卫叔叔打完电话 哎 怎么样 绣坊的事情解决了 解决了 有什么想法 那我是个晚呗 很多话也不方便说呀 夏叔叔 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心里有说 好 对了 SLC那边啊 我准备自己去一趟 你想之前 大家一直搁空联系 我觉得整个的事情 没有什么推进 当免聊可能效果不一样 去法国 也好 我们做生意的要有生态观 全局观 未来观 不能只关注我们的行业生态 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要放眼未来 如果说这一次 SLC能够成功收购的话 对明远来说 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 姐啊 我说有你就要当弟弟的吗 就也不问我一声 就把我电话随便给别人 好 姐 那我这不是将功赎罪来了吗 我刚得到一线战报 马上就来给你报告 什么战报 我跟你说 陆珠刚才说 他表哥马上就要去法国了 姐 这一国大乡的 你要是真碰上唐总 他不得请你好吃好玩一番 姐啊 你要是遇上唐总呢 你就跟人家好好聊聊 别每次见人家都气势汹汹的 人唐总 聊聊有什么好聊的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凭什么让人家 带我出去吃喝玩乐啊 我自己有手有脚的 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呢 姐啊 我也没说啥 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啊 是不是唐总哪里得罪你了 怎么一提到他 就发这么大话 我 我还有事先挂了 拜拜 他又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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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过来了